当我们在讨论政府要新南向的时候 一定会碰到的是 面对来自于中国大陆的一些 不管在产业上面的竞争也好 或者是他们各种有形或无形的 对于当地政府的一些施压也好 所以我们来聊新南向 一定也要提到两岸之间的关系 那么在台湾最近呢 有两件事情也牵润到了两岸 包括了统都的意识 也就是我们看到了 在台大校园发生的这一个冲突 那么也包括了赖姓的院长 到了国会去报告的时候 在背询的情况之下呢 他也说了 我是一个主当台湾独立的一个政治工作者 那么台湾其实早就是一个 实质上面独立的一个国家 国号就叫做中华民国 对于这段谈话 其实郭台湾也做了一个回应 他说台湾永远不可能独立 而且对于两岸之间的关系 因为这番谈话 其实当然是雪上加霜的成分居多 因为目前已经僵住了 对于这段谈话也有人说 这已经是踩到了两岸之间的红线 我先请教两位台上的会长好了 赖院长这一番在国会的谈话 被对岸听到了 然后做了一个回应 在海外做生意 你们会有任何的担忧吗 还是说这个也没有什么看看就好 董事长 我觉得不管他怎么讲啦 就算说他不讲这句话 他还是一样打压啦 没差啦 我觉得没差啦 我觉得我们当然了 我们不需要天天去刺激他 但是我们也不能够 真的怕到什么都不可以做啊 中国虽然他现在是影响力很大了 他很强的 但是我真的看不到全世界有哪一个国家 屈服跟投降 他周遭的旁边的国家 你看印度啦包括缅甸 包括还有斯里兰卡 连现在北韩金正恩都不甩他了 难道说我们台湾就一定要屈服 一定要投降吗 董事长你跟我讲一下 在印尼这么长一段时间 跟对岸有没有直接上面的一个 接手交流过 然后你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我印象最深刻的当然就是说 我们有一次有一个兰花展 兰花展那个当然台湾我们是最强的 兰花当然 在那边办了兰花展 我们那个时候的驻印尼的大使 去那边当贵宾致辞了 结果后来听说他们的 中国的大使要来 我们的大使还没有 还轮不到 还没有上场致辞的时候 就先离场了 当然离场也是 后来媒体就说他从后门夹着尾巴跑 我觉得有时候不需要把话讲得这么难听 当然他就先离场 那个时候当然我们很不舒服 很不舒服 还有我们的小朋友去那边比赛的时候 他们都可以 都可以 韩国队可以拿国旗 旗帜 我们不能拿国旗 我们是跟韩国在打冠亚军 中国已经被淘汰了 他是已经第四名了 结果我们看到了中国队是在帮韩国队加油 没有那个两岸一家亲这回事 真的没有 我们大家还是要自己 自己要搞 体现这样的一个现实 对就是 我另外举两个例子 这个我先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是 我们最近其实在这个 越南有几个活动其实是明显的受到中国的打压 第一个活动是 我们的冒邪 那时候在越南也成功的举办了我们台湾的精品展 当时委员也有前去 可是当时候我们的次长王美华次长 经济部的次长前去的时候 被只能用这个 头衔自己拿掉 冒冒冒冒冒冒的副董事长的这种头衔去介绍 然后也没有办法介绍到委员他们等等 然后再另外一个还有是一个 他们有一个经济 胡志明市的经济大学跟我们举办一些 跟台商举办一个活动 那因为胡志明的经济大学是他们当地非常多政商的官员的出生地 就是他们从那边受教育的校友非常多 那这个状况下的时候台商举办一个论坛 然后他们也认为没有事情大事的宣传 结果还受到中国政府的打压 后来也没有一个越南人敢出现 那所以其实我的最后的结论 我的结论是说 其实政府在这种情况下 更应该透过用台商的这种角色 去跟其他政府递出感染枝 然后做更多的事情 我举例来说像这两个活动被那么大的打压的时候 居然这个我们递交我们这个越南白笔书的时候 他们居然他们的我们的这个规格 比照欧盟送给递交给越南政府的时候 完全没有任何歪歪化我们的这个现象 他们还主动找了越南的媒体来做大篇幅的报道 说我们台商是这个继我们欧盟之后 第二个对越南政府提出政策白笔书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个台商是中间的一个很好的桥梁 我们可以更透过台商的声音 而且台商在当地很务实 可以透过跟台商的角色可以来做这些事情 因为你刚刚举了很多例 在越南做的事情台商做的跟一般外界做的东西 又更深入更不一样 更当地的回馈 那我想请教一下委员 因为赖青的这番谈话 有人解读说已经跨越了两岸的红线 有这么严重吗 在我们的宪政体制 国防外交的大政方针 是由国家元首蔡总统来主导 所以行政院长目前来讲 他是最高的行政首长 他是领导内阁来对国内的施政负责 所以我是觉得刚刚赖院长他那番谈话 因为他是被问到嘛 那与其在立法院你对这个问题回避散躲 不如就明白的就他个人很真诚的告诉 咨询的议员 那至于说国会这边不同的党派 有不同的解读那是一回事 但是至少我认为呢 从国会以外的地方 你要把赖院长做他一个政治工作者的信仰 他这么诚实的讲 视为他在执掌上 他会愉悦他的执掌 我觉得这是不用太多的推论 因为他的执掌不包含两岸跟国防外交 所以我是觉得呢 行政院长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你问到我个人的信仰了 我做一个政治工作者 我当然是主张 但是他后来又说我是务实的 所以呢我也不会去做不必要的什么宣誓 不过我们说到了在东协的国家 刚才燕丽也提到了很多 我们在进行当中的新南下 会跟一路一带一路有些强奉的部分 你觉得未来是合作的几率大 还是说会互相竞争的几率大 当中应该怎么样去做一个 比较平衡对台上会更好 我想未来还是竞争的机会会比较大一些 因为台湾呢 其实我们有几个产业确实是很厉害的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的工具机 医疗 教育 然后这个半导体 那事实上这个中国大陆政府 他们对几项 就是台湾很领先的技术 他们也非常有兴趣 所以他们这几年一直都在 针对台湾的优秀人才做一些挖角的动作 当然配开得很高 那福利 薪资 红利可能也都给得很好 所以其实我想 甚至包括这个新南乡的一些政策 我想未来两岸应该面临到的 应该还是竞争的关系 会大于实质合作上的一个关系 不过我非常认同 刚刚董长讲的一个关键性的一个字眼 就是说 其实我们真的不需要天天去刺激中国大陆 因为有些事情 包括甚至政治主张也好 如果说你是主张台独 那你就有些事情是只能做不能说 你想怎么做你就认真去做 按照你的理念去做 你不见得一定要天天去刺激他 天天在台面上说 我们就是主张台独 那我们还要这个新南乡 怎么样怎么样 在公开场合说一些政治理念的话 我想当然就是 对啊 这个中国大陆政府会觉得不舒服 然后甚至会在 就是其他的东西 国家可能会有一些担忧等等 所以我想其实台湾有一些 这个不管是制造业或者是有一些这个技术强项 我觉得这个部分毕竟我们是一些中小企业 我们是比较灵光的 这部分我完全不看出来 那只是说未来两岸的这个在东西国家 我想应该是短冰箱相接了 它这个短冰箱相接 那我觉得我们台湾还是会有一些 我觉得有些实力是不容不及的 它就是说 虽然有些政策跟台湾有些 所以当地真的使用 台湾人家拿出政策来的材质 使命 它这个地方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很期待 希望报告的 相信我们的 感谢观看